第241章,林白威进京 捉妖人总衙内竟是来了一位镇魔大将 比这更让人惊讶的事情 则是那吕欣红的青面狮子汽血 又是一头青州的豹丹进妖军 又是玉叶进武夫 不是 这位引领捉妖人也叫沈怡吗 总衙内 负责管事的女人越听越耳熟 干脆直接问了出来 陈乾坤干咳两声 没想到沈怡到了皇城竟也如此出名 这才离开青州两个月 就连捉妖人总衙也能随口道出对方的名字 女人无奈一笑 不用等了 直接去吧 啊 闻言 陈乾坤有些茫然地走出衙门 青州何时在武庙有了这磨大的面子 他略带歉意地朝旁边等候许久的同僚们拱手 却见这群人皆是笑呵呵地回礼 没有丝毫反感 自从松州的事情传开 哪个州的人都担心自家会突然起火 到时候还得依仗那位巡查使大人 相较之下 查个对算什么 怪了 老爷子想不太明白 但还是走回马车旁 将消息告诉了林白威 那我去了 林白威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陈乾坤下意识回头看去 果然 刚才那两道身影早就离开了 末事 你先去洗练 等结束以后 老夫带你去找他 我才不要去 林白威揉了揉脸庞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点 闷闷不乐地走进大殿 他现在只想回青州 看着金碧辉煌的十三尊金身 林白威埋住头 赵丽坐在了蒲团之上 心思有些飘忽 现在人也跑了 留给自己的气血也没了 连根念想都没有了 龙玉的白雾封住了殿门 别发呆 认真点 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掌 随意揉了揉他的脑袋 嗓音在身后响起 是熟悉的平静温和 林白威浑身微颤 恶然回头看去 只见俊秀青年 抽回手掌 重新站直身子 漆黑清澈的双眸 静静看着自己 一袭丝绸青衫 略微摇曳 更趁得身形挺拔 林白威脸颊刷得变红 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 看线沈亿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颇有些猝不及防之感 则 剩下三位妙柱饶 有兴趣地盯着这小姑娘 看上去和沈师弟还挺熟络的 你怎么在这里 林白威声如闻纳 转头去看妙柱 我 莫事儿 慢慢聊 我们不急 妙柱们挤出笑容 一副极有耐心的模样 林白威上次来武庙洗练的时候 可是见不这几位的 除了最丑的那位爷爷 剩下的也都是冷着一张脸 哪有现在的和蔼模样 等等 她终于想起来为何会觉得沈亿身上的青衫眼熟了 这衣服放到别的地方再寻常不过 但在武庙内 能穿着青衫者 那就意味着 对方乃是指掌武庙的庙主 啪 沈亿手中的金册拍在她头上 让你收心 不抓住机会 赶紧突破宁丹 在这儿瞎寻思什么呢 哦 林白威乖巧地闭上眼睛 沈亿随手掐了个法诀 好歹也当了这魔多天的庙主 这点东西还是能学会的 随着动作 宫台上的老年痴呆 缓缓睁开了眼眸 很快 一道金光从法箱上玻璃出来 落到了林白威身上 时间缓缓流逝 最后又涌出来武城 回到了金身之中 三个庙驻略微点头 排除妖孽不算 这重资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优秀了 一头青面狮子换来了八次洗练 沈亿也不急躁 偶尔掐动法诀 更多时间却把注意力放在五庙老祖身上 同样的金身法 对方体表却没有鲜红纹路 应该是镇压之物的不同 自己将杂念镇在妖魂之中 自然也会沾染些许妖魔的气息 日夜更替 八次洗练终于结束 沈亿感受着林白威身上 距离宁丹圆满 还差一步的气息 摇摇头 抬手掐个法绝 又把刚刚沉睡的五庙老祖再次叫醒 第九道金光瞬间落下 林白威诧异地睁开眼 又有些惶恐地轻轻摇头 她可不希望沈亿借用植物之便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拧你的丹 沈亿瞥了她一眼 当初从林家拿点银子回来 这女人怀疑自己去抢街坊 现在又在这里疑神疑鬼 莫非自己的形象就差到这种地步 其余几位庙住笑着摇摇头 别说沈师弟上回还 剩下一次洗练机会 就算不剩 金策都给她了 还差这一点 五庙门口的白雾散去 长山青年夺步而出 身后跟着个乖巧的小姑娘 你一个人来的 还有陈老将军 闻言 沈亿点点头 先带着林白威去了隔壁镇摩斯总压 支箭持箭女人还在等候 沈亿客气拱手 林夫人久等 先前在医院结识了一对 立州契宗出身的眷侣 对方正是林青阳的夫人 巡察使大人客气了 林家夫人连忙还礼 巡察使 林白威安安静静站在沈亿身后 偷偷朝她的背影描去 对方好像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成为十分了不得的存在 即便已经认识了这抹酒 林白威还是有些不太习惯 这里可是皇城 但所见之人 却每个都对沈亿无比客气 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在逼着房间里 和自己一起咀嚼火烧的小差异了 我常年身居武庙 知道的情况也不多 巡察使大人如果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话 我可以派人再回丽州询问 这次乃是林家夫人主动找上了沈亿 丽州弃宗是大前赫赫有名的势力 铸造宝具的手段神乎其神 但一直以来 那件绝品宝具 好像就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弃宗当时找青秋帮忙的时候 我就不太赞同 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林夫人摇摇头 为了突破极限 弃宗请来了学艺最杂的青秋狐妖相助 这事情没什么好隐瞒呢 青秋虽是妖魔势力 但比较特殊 即便来大前皇城 武庙大概率也会开门相迎 毕竟谁都不想无缘无故得罪一处实力强悍的中立势力 但问题就出在无法掌控 那狐妖不知在想什么 竟然以弃宗的名义 朝青州发去了邀请函 弃宗老祖得知此事后 暗觉不对 但也不敢得罪狐妖 就敢忙派人来皇城报信 第242章 漏洞百出的陷阱 请神容易送神难 望寻察使大人理解 林家夫人报件拱手 如果有用得上我弃宗弟子的地方 您尽管直言 绝不敢有半分懈怠 青秋这群狐猎 基本上谁都不得罪 无论是对千妖窟还是大前朝 都是一副和气生财的姿态 再加上他们对各种记忆都有所涉及 当初弃宗请他过来的时候 压根没想到会惹出麻烦 直到这次他冒用气宗明一给青州送信 虽不知具体原因 但总感觉没藏着什么好心思 我知道了 省一点点头 送对方离开总牙 光凭这点信息 很难推测出青秋的狐狸想做什么 但他并不是很在乎 只要知道 历州气宗有一笔不菲的妖魔寿元就足够了 像松州那种情况是很罕见的 稍有实力的各州 几乎都把治下管理的还不错 沈一等了阵魔多天 甚至还主动找来几个阵魔大江询问了一下 都没有得到想要的消息 像江源化那重视时刻刻盯着妖王的总兵并不多 大多数中进以上的武仙 只需坐镇总兵府内 光靠杀伐名声就能震慑住群妖 这对沈一来说不是好事 但他并未觉得有多难受 像松州那般惨壮 还是尽量少一些为好 走吧 沈一带着林白威离开总牙 找到那辆停在街边的马车 他止住不乏 认真拱手道 沈一见过陈将军 卑职陈乾坤参见巡查史大人 老爷子下车抱拳 各叫各的 互不耽误 就在武妙处停留这点时间 他已经从旁人口中听了无数遍沈一的名字 让人感慨万千 如今这年轻人身着妙柱青山 仍旧是不卑不亢 陈乾坤看着他那熟悉的神情 宛如回到了青丰山时 两人相视 倾笑摇头 皆是免了这些虚礼 怎么不住院里 沈一算了算洗恋的时间 少说也用了两日左右 对方竟然一直待在马车上 我在等你 陈乾坤瞥了林白薇一眼 挥手将其赶走 小姑娘好奇地看了过来 还是乖乖走到了远处 带到原地之圣两人 陈乾坤的眉间瞬间促紧 面容凝重 其实是有总兵派老夫过来 找你和江源化 想问问你们 可有立州器宗的消息 他们突然派人送来信函 说的是发现了一株银月寒帘 老爷子掩路疑惑 老夫也不知道 这是何物 但听说是魂元镜需要的宝贝 最受那些以寒意凝聚道英的宗师青睐 沈一挑了挑眉 你们应该能看出不对劲吧 混元宗师 急寒道英 干脆 直接说是为江秋兰准备的好了 问题是 谁知道 他突破混元镜了 看出来了 陈乾坤点点头 但他还是去了 你知道的 整个青州除了你 谁能管得住他 他叹口气 游龙涛这小子 哪有半点师兄的威严 行 你们先住下吧 沈一神情并未有什么变化 陈乾坤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紧张的心也是放松许多 面前的年轻人 总是能给人莫名的底气 沈一道别两人 随即朝着武庙 以怨走去 很显然 陈将军和林夫人说的 都是同一件事 正好一起办了 迎月寒连 沈一大概猜到了 这是什么 上次听江总兵所说 玄光洞有位真人找武庙 老祖换取了一枚玄金宝玉果 以此补齐道英的心脏 跨入混元中境 同样是含义凝聚道英的江秋兰 听闻这样的消息 肯定是要去瞧瞧的 不知道自己的吞天妖英 算不算韩属性 现在阴神已经破镜 沈一看着汽海中心红的道英 是时候替自己找找资源了 哪怕这消息是假的 也值得去看一眼 更何况又拿了这模多杂七杂八的混元武学 他迈入医院 如今已是深夜 林家夫妻并未回房 而是在院内等候 巡查史大人 两人起身点头 劳烦两位跟我走一趟 沈一并不知道 立州契宗在哪里 需要有人带路 我等已经准备好了 夫妻俩略喂养了羊手中常见 他们也是听说了这位沈大人的性格 故此早就有了预料 可需要被骂 沈一随口问道 夫妻俩对视一眼 笑道 沈大人多虑了 我等是器宗出身 话音间 两人各自取出白云一朵 沈大人先用我的吧 我与夫人同乘即可 林青阳淡淡一笑 说起别的 他们器宗可能不行 但是说起宝具 便是武库也未必有他们的抵御 这两朵白云皆是上品宝具 放眼大前也是最为珍惜之物 不用 我有 沈一脚下凝聚出红色腰云 星红气息席卷院落 在其面前 两朵白云宛如棉花般 人畜无害 林青阳看着沈大人瞬间掠上长空 竟是愣了一下 很显然 对方所成的宝具并非出自器宗手笔 而且越看越像千妖窟的东西 硬是斩妖所获吧 林家夫人驾云跟上 用眼神提醒了夫君 莫要再多问 这种好东西 即便在千妖窟内 那也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林青阳点头硬下 三人一起消失在夜幕之中 武库小阁楼中 吴道安蹲在角落 看着正面避思过的祝师兄 你好点了吗 走 看 祝爵默默转身 盯着另一面墙壁发呆 我就想问问沈师弟的进展 吴道安又把脸凑过去 此言一出 祝爵瞪了他一眼 像是受了刺激 把骷髅架子抱起来就往阁楼外走去 这是什么毛病 吴道安疑惑地站直身子 问问也不行 而且 祝师兄虽 还是说话结结巴巴的 但却和先前并不相同 曾经是在毫无意义地发呆 现在更像是沉浸在某重情绪当中 脾气也暴躁了许多 离了 你张屠夫 我还吃不了带猫猪了 问沈师弟去 吴道安迈步走出阁楼 他很好奇 在拥有足够的香火怨力后 沈仪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念及此处 老头快步朝贾院赶去 看着紧闭的房门 他面露欣慰 沈师弟睡了吗 我来看看你 沈师弟 喂 第243章 巡查丽州 九州繁华 当属丽州 治下三十六郡 皆是平稳安定 位于东方边原处 乃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 但山下普通的小镇 繁荣程度却丝毫不逊色于 丽州城 往来者皆是气息雄浑 有卖宝药的 有担注妖魔失守的 俨然一副由武夫修士组成的 七夕地模样 丽州气宗 论实力或许算不得顶尖 但论起阔绰程度 在大前也是赫赫有名 靠着给武庙上贡宝具 有朝廷庇庇佑 几乎无人敢于招惹 但此刻 就在那小山顶峰 一处刻意开凿出的凹地边缘 坐落着小小的茅庐 茅庐外 老人和中年之其对异 宗主的心思好像不在棋盘之上 中年人面白无虚 眼成单缝 虽穿着淡青长袍 看似仙气飘飘 却莫名透出积分邪性 宝具生平之际 总是有些担忧 让胡真人见笑了 林景义略显勉强地笑了笑 哦 胡真人朝着白烟弥漫的凹地中看去 玩味道 宝具在这脸 宗主的心思怎么在北边 他拖长了嗓音 那好像是大前皇城的方向 闻言 林景义指尖微颤 手中棋子趴搭落在棋盘上 滴溜溜打个转 他迅速调整表情 真人说笑了 胡真人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罢了 今日有些乏了 宗主也去休息吧 那林某就先回去了 林景义起身朝着下山小路走去 脸色欲发难看起来 这老狐猎 分明是他冒用了利州弃宗的名义 怎么心虚地反而成了自己 他只是想请对方来一起研究 如何让绝品宝具再次得到提升 看看能不能铸造出一件真正的法宝 没成想着狐狸竟然敢插手大钱的事情 这可是坏了清秋的规矩 那封送往青州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林景义不敢去问 只希望前往皇城报信的人脚步快些 千万别让气中沾染上勾结妖魔的坏名 所谓的胡真人 穿上长袍 便出人脸 那就是 五庙都需要接待的清秋真人 但要是脱下长袍 那可是一尊实打实的妖王 在林宗主离开后 胡真人神情随意地把旗子全都捡回旗冠 茅庐中走出另一道身影 师叔 气宗的人已经知道了 两者看上去年岁相差不远 但新走来这人却是满脸的毕恭毕敬 知道又如何 我清秋做事 还需向他人解释 胡真人收好棋盘 又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我与你们师父关系不错 此事又涉及我清秋的尊严 我会让大前给你们一个说法 哼 先是消失了一位门徒 又有供奉师去联系 这大前莫非是龙坛虎穴 专吃我清秋的人 回禀师叔 无论是我师弟 还是赤木供奉 两者的失踪 都和那个叫沈亿的年轻人有关 年轻狐妖有些疑惑 为何要送信去青州 海白给了他们一道关于珍宝的消息 既然信审的是巡查史 总要找个理由把他引过来 整个青州镇摩斯守口如瓶 定然是极为重视他 将其视之为救命稻草 有什么事情也一定会去皇城找他 胡真人笑容更甚 当然 也顺便帮老友一个忙 老友 年轻狐妖姨或朝四周看去 未能寻见身影 倒是先听见了声音 多谢 一道虚无缥缈的嗓音从远处传来 不必客气 你们悬崩洞在最前方 和千妖窟生死搏杀 大前朝反倒是想法设法的保留实力 就连我这青秋来的外人 都看不下去了 胡真人略微拱手示意 根据他们查探的消息 青州原本大祸将至 却忽然风平浪静 端地是怪异无比 那头老郎消失得无声无息 即便以青秋的人脉 在妖魔中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这说明孝月一定不是死在青州 只要他打算进攻周城 如此大的动作 其余妖魔不可能一无所知 死在外面 那就说明青州至少有了一尊混元宗师 那封漏洞百出的信送过去 只是为了试探一下罢了 只要是个正常人 就绝对不会相信 唯有真正的混元宗师 才会毅然决然地过来 就在这时 一道包含怒意的龙音声从天祭荡来 哪怕隔了不知多远距离 仍旧是威严不减 胡真人脸色微变 瞬间便站起身子 老友不必着急 这是悬光洞的事情 我去看看便好 那声音再次传来 胡真人犹豫了一下 哪怕基于那音乐 寒连已久 此刻也不好 直接搏了对方的面子 只能轻轻点头道 那就拜托胸长了 一头堪比极尽混元宗师的老龙 哪有内魔容易对付 对方身居寒冤首宝 唯有自己与他结交多年 此刻未知暴露 傻子也知道是谁出卖了他的消息 还是先让别人去探探路 念及此处 胡真人缓步走到了凹地边缘 垂眸看向浓郁白烟的中心 法宝长 收寒连 吞白龙 则 天赐之福 何该自己享用 胡真人哼着小曲 一站就是五个日夜 然而 他没能等回老友的消息 却是先等来了天上的三朵云 其中最为星红的那魔 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嗯 胡真人抬眸看去 紧跟着 一道雄魂嗓音便是笼罩了整座小山 以及下方热闹的城镇 镇摩斯巡查史 清智 气宗弟子 随我相迎 白云之上 林青阳俯身抱拳 他曾是气宗最出名的天骄 只须一句话 便是让山上所有弟子认了出来 呼 林景义快步走了出来 不愧是自己亲儿子 一上来就知道 先和那头狐狸撇清关系 这巡查史是气宗宁来的 可不是主动过来巡查的 同时还能震慑一下那狐狸 满山弟子皆是停下手中活计 同样朝着天上那抹红云俯身行礼 凹地旁边 胡真人副手而立 唇角多出些许骨怪 运住些鸡翘 现在的年轻人 本事不高 派头倒是不小 也不怕压坏了身子 对方来的要比他想象的要早一些 不过也算不得什么问题 第244章 天佑青秋 你必须要先喊一声吗 沈一侧谋看向林青阳 有些无语 要是把那狐狸吓跑了 气宗就准备好被自己搬空 以做补偿吧 沈大人 他也是想让青秋真人知道 这是朝廷的意思 您莫要怪罪 林家夫人轻声解释道 狐妖实力强悍 背景庞大 若是不抬出大前朝 还真没有和他平等对话的资格 不管他在搞什么鬼主意 沈大人代表朝廷来了 也就能让他明白 这是伍妙已经知道了 最好收敛一点 沈一摇摇头 牟中金光涌现 旺气法爵全力施展开来 知见弃宗山门之上 白雾金光交替 但就是没有妖气的存在 他的目光落在了山顶那个 身着淡青色长袍的中年人身上 对方身上没有任何气息 好似烦人一般 应该就是这个了 什么好人会把脸稀法绝修到这般地步 不是心虚是什么 胡真人毫不忌惮地对视回去 甚至还露出一个笑容 清点下河道 清秋胡锦 他长袍未脱 便还是修饰 嗯 沈一点头回应 缓缓落在山上 本来没想用什么大前朝的名义 直接找到狐猎 动手宰了就走 问起来就说 不知道 此刻直接出手 倒是有些不妥 毕竟武苗队自己还不错 也不能给人家乱惹麻烦 念及此处 沈一神情平静 可否一步一续 胡真人正了一下 他还在想找个什么借口 将这巡查室匡骗出去 怎么对方还先提出来了 这小子莫非真把清秋当成善人了 两位 两位 林景义带着一众弟子赶上山顶 刚刚上来便是听到了巡查室大人的话语 他脸色微变 想要洗清气宗嫌疑是一码事 要是害了巡查室 捅的篓子可就更大了 林景义总感觉这狐狸藏着坏心思 有什么事情 还是在大前朝自家的盘上谈比较好 他已经偷偷派人去通知总兵 今天最好能把这狐狸请出大钱 否则迟早要给气宗引来大麻烦 我已派弟子去备好酒水 替巡查室接风洗尘 有什么话咱们边吃边聊 沈怡和胡真人都未打话 反倒是那年青狐妖忍不住站了出来 你便是青州沈怡 我问你 我师弟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上 他看起来与我一般年纪 持清玉宝剑 席外丹之法 狐妖仔细地描述着师弟的特征 文言 林锦衣和刚刚从天上落下来的儿子儿媳 都是愣神瞬间 竟然还有私人恩怨 而且看上去是早有预料的样子 好似知道巡查室会过来 爹 林青阳愤愤瞪了林锦衣一眼 哪里还看不出来 气宗又被人给当刀使了 估计那胡真人就是故意让自家老爷子送信皇城的 只不过 一头和巡查室有仇的青秋狐妖 故意将沈大人骗了过来 他们想干嘛 我一个打铁的 哪有那么多鬼心思 还被逼着下棋 差点脑子都给吓坏了 林锦衣信信收回目光 走上前去打圆场 胡真人 这可是镇摩斯巡查室 你让你这小辈少说两句 免得伤了和气 和气 胡真人淡淡笑道 只不过是问一句 又未必真是巡查室大人 是我 沈夷略微汗手 一身青衫轻轻浮动 看上去温文雅 他平静看去 怎么了 沙那间 所有人都是陷入沉默 林锦一张张嘴 感觉脑子愈发糊涂起来 这就承认了 正在报蔡明的年轻狐妖被噎了一下 他还没说完师弟的特征 紧跟着一抹无名鬼火 从心抵窜了起来 青秋不惹事 但也从不怕事 杀了青秋门徒 竟然还理直气壮 连掩饰都懒得掩饰 师叔 胡真人抬手拦住了师侄 莫然朝青年看了过去 沈夷的手掌 悄然搭在了刀柄上 丝绸是个很不错的理由 也算是跟武庙撇清了关系 差不多可以开饭了 巡查使大人来寻我 想必是因为 盈月寒怜一事 我确实用了契宗的名义 但这宝物也是实打实的 可惜有大妖看守 不知巡查使有没有兴趣 胡真人嘴角扬起 竟是没有荡场发怒 说吧 他又添了一句 听闻沈大人乃是青秋出身 不知与青秋那位宗师关系如何 要不要去助他一臂之力 闻言 沈一松开了握住刀柄的手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这是他没想到的 宗师 林青阳等人 差点以为耳朵出问题了 青秋何时出了一位宗师 为何完全无人知晓 他们还未反应过来 林家夫人突然举起了长剑 开护宗大阵 困住这狐妖 竟然也好友相逼 想要迫使沈大人离开大前 光凭这个举动 就足以证实他的狼子野心 再不做出决断 契宗就真诚勾结妖魔了 啊 林锦义父子愕然回头 却见曼山弟子已惊心动起来 花费大价钱 请人打造的大阵 再转瞬间 就铺开一层弹光 随即四面八方的弹光 净树龙照在了胡真人的身上 哼 胡真人眼中掠过些许诧异 随即化作震怒 大前也就罢了 一个小小器宗 也敢对青秋长老动手 何况 还是在他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 简直荒唐 凭借这粗浅阵法 也想困住自己 解开 终于有人替胡真人说话 沈一侧眸瞥了众人一眼 略有几分无语 林家夫人举住长剑 眨眨眼 错愕地把手收了回来 漫天微光迅速消退 胡真人皱眉整理了一下长袍 便听沈一汉手道 劳烦真人带路 语气明显比刚才客气多了 气宗众人已经有些茫然 完全不知道沈大人在想什么 这狐妖显然是不对劲的 光凭他刚才那句话 只要等到立州总兵过来 再配合上巡查时 定能将其驱逐出去 好 好 胡真人挥了挥袖 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怒意 气宗的账等会儿 回来再算 这群大前朝的修士 最看重什么同僚情义 竟然连这魔明显的陷阱 也甘愿主动去闯 有了此人相助 自己收获重宝的机会 又在家几城 还能顺便替师职复仇 果然是天佑清秋 沈大人这边请 第245章 不过如此 这就打算走了 林家父子俩 皆是失去了往日的稳重 一个气宗的宗主 一个武庙 以怨实力超群的强者 放到整个大前朝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现在 两人张着嘴 却是不知该说点什么 这位巡查使大人 到底是来干嘛的 如果是为了查清 胡真人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 那就借着气宗大阵 先强行制住对方 再等利州总兵赶来 几乎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若是这狐妖咬死不承认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 将其赶出大前 有理有据 也不算得罪了清秋 但现在 沈大人在做什么 他要跟着这狐妖 离开大前 离开他自己的地盘 前往一个未知的狗屁地方 要是这狐狸在外面提前邀来了一群妖王 将巡查使扶杀在外 到时候 武妙找谁去要人 现在的大前 还有实力对管辖外的一方大势力施压吗 这口黑锅 最后 难道要让其宗来呗 沈大人 林夫人脸色凝重地喊了一声 即便有丝绸 也没必要去人家的地盘上解决啊 却见沈怡之势随意挥手 便跟着那两头 狐妖驾云掠过天际 哎呀 林青阳看着三道身影 消失不见 终于是忍不住握拳锤打掌心 早知道就该跟别的轮值妙柱打声招呼的 自己等人身份太低 哪里劝得动一位妙柱间巡查使 其他人脚力太慢 你赶紧驾云前去通知总兵 让他来快些 林锦衣也是背下的不轻 本想派人通知武妙 大事化小 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好 林青阳也不再磨蹭 瞬间驾云朝利州城赶去 大前之外 青山广阔 沈怡不再像先前那样 还得时时刻刻记住 自己走出了三百里还是八百里 浩瀚的大山在脚下掠过 瞬间便是翻越了树不清的山水 看来沈大人还是个念旧之人 胡真人带着诗直飞在前方 偶尔回眸看青年一眼 随口道 就是你那曾经的同僚 竟是不肯等你 直接就去了银月寒池 据我所知 那里的妖魔虽无太大铭挤 但只是因为不愿出来游历 其实立强汉并不弱于许多生名赫赫之辈 岂只是不弱于 胡真人眼底掠过一丝微不可查的忌惮 妖黄之下 他还没见过比那头老龙更强的妖魔 否则也不至于要做这魔多手准备 这姓沈的倒是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嚣张 想必是藏了不少底牌 不过 看对方似乎不想搭理自己 胡真人也不介意 收回目光笑了笑 底牌再多 又可曾听过双拳难敌四首 今日之局 实死无生 就在胡真人心思飘忽至极 一道细微的传音灌入他耳畔 那头白龙已经疯了 你的音乐 韩连大概率是没有了 多谢老友相助 我现在倒是可以确定 大前朝出了一尊实打实的混员宗师 也是时候去找武庙讨个说法了 闻言 胡真人脸色瞬间惨白 碍于身后 还有沈依在场 他强行按捺住心神 以传音回问道 怎么可能 那寒痴之苦 并非常人能受 就算是以玄兵煞意凝聚道英的混员宗师 也得祭出权力才能抵抗 即便老龙不慎 也不至于被这磨强悍的气息侵入身旁 还反应不过来 问题是他真就没有祭出气息 全靠强撑钱下去了 不过代价也重 留下了半截身子 以道英拖着残躯远顿了 那人感慨回道 能抢了东西 还在那条老龙手中逃的性命 确实是个狠人 不过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回大前了 随即又提醒道 你小心些吧 老龙找你去了 魏兄先走一步 闻言 胡真人心跳加速 绞尽脑汁 慌张传音道 等等 兄长 你先前说五妙得罪了你 难道不想出一口气 什么意思啊 你要我勾结妖魔 那人冷笑一声 并非勾结 我的意思是 我带来了一位大前巡查使 以此给老龙赔罪 等他除去了姓沈的 我兄弟两人 在动手斩去老龙 胡真人努力维持着神情的平静 那边沉默许久 终于笑道 我的气出不出都无所谓 既然是替你解决麻烦 那妖丹归我 狗砸碎 胡真人用力咬牙 却还要故作镇定 回头朝着青年笑了笑 就快到了 嗯 沈依轻轻点头 他终于知道 修行的意义是什么了 大概就是在这种时候 分明看出了对方浑身紧绷 一副想要坑杀自己的模样 却也能做到淡然处置 甚至隐隐还有些期待 对方到底能叫来多少佳肴 很快 胡真人像是感应到什么 迅速朝下方落去 师叔 年轻狐妖 深吸一口气 终于找好地方 要动手了吗 此处山清水秀 倒是便宜那小子了 莫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远处爆发出一道尖锐龙银 其中韵主无尽怨弩 见狐猎 你该死 伴随着咆哮 天际多出一抹银白 疯狂翻腾着朝下方撞来 声势之浩大 仿若要将整座山林碾碎 只见其头顶鹿角 身披银铃 身躯羞粗壮 龙爪四金钩 口旁两条虚然飘飞 赫然是一条白龙 年轻狐妖目自欲裂 惊慌失措地朝旁边闭去 胡真人看了看身后的沈仪 发现对方垂首立 神情如常 仅仅是挑了挑眉间 竟然还能沉得住气 自己却是不奉陪了 想吧 胡真人突然脚步微动 拦在了沈仪左侧 随即抱拳高呼 龙兄息怒 小弟醉酒后 不慎道出了龙兄的洞府 被大前的人听了去 实该千刀万剐 不过 小弟已在尽力找补 为你带来了镇摩斯巡查史 武妙真传弟子 甚至不惜为他调动今生法相 得罪玄光洞也在所不惜 胡真人一口气说完 半点不敢停歇 今日小弟愿意替龙兄活情了他 找武妙补偿兄长的损失 话音落下 那白龙身躯盘结 探找玄在了空中 一双闪烁龙眸在地上三道身形上扫过 癫狂之色慢慢消退 嗓音中带了积分争鸣 你以为我玄会信你 沈兄弟 对不住了 胡真人摇摇头 看向沈怡 随即面露感慨 谁让你年轻气盛 得罪了太多人 说吧 他松开抱拳的双手 龙兄 我早知你不会信我 故此请来了一位玄光洞真人 武妙调洞今生法相 正是要用来对付他的 话音落下 沈怡又后方缓缓显出一道薄山身影 他们连名字都不准本座提起 还以为是多了不得的人物 今日献了你本尊 长青真人 情着淡淡笑意 轻声道 好像也不过如此 第246章 力战青秋狐妖 白龙妖王的身躯缓缓舒展 眼底露出些许一样 又是一尊上镜混缓宗师 这件狐狸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谨慎 可惜 上镜混缓又如何 在他的面前 同样不值一提 不管这群人到底在琢磨什么阴谋 在真正强悍的实力面前 全都没有任何意义 白龙双眼中多了几分暴力 将目光投向那青年 先擒了辞子 再找狐狸算账 杀那奸 三者形成何为之势 将沈仪紧紧困在了当中 别怪本作末提醒你 有什么底约 趁早使出来 敢于这魔嚣张地跟出来 又受武妙如此看重 总不能是个样子祸 胡真人朝着长青真人使了个眼色 两人并未率先动手 而是做出了一副略阵的姿态 至于要对付的是谁 两人隐隐瞥了眼白龙 让他们略感诧异的是 沈仪醋眉看向长青真人 在听到对方悬光洞的身份时 他似乎是有些失望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沈仪点点头 随即平静道 还有没有 闻言 白龙跃跃欲试的爪子 忽然顿了顿 随即发出无声的笑 他太多年没有离开过银月寒齿 难道现在的人族修士都是这样狂妄的 长青真人疑惑地看向狐妖 确定带来的真是那个被大前藏起来的沈仪 别是带错人了吧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胡真人眼角抽搐了两下 在这重情况下 还不找那白龙薄命 竟还有闲心问这问呢 他冷声道 再不动手 你可就没机会了 话音未落 只听得咔嚓一声闷响 胡真人的头颅瞬间炸裂开来 没有血浆和碎骨 在那璀璨的金色拳头下 所有血肉余慧都是化作鸡粉 然后被蒸发不见 沈仪走过去将他的尸首收入口袋宝具 青秋手段诡诀 他是体验过的 先杀狐妖应该没问题 呵 呵 长青真人整个人愣在原地 呆滞地看着那尊突然出现的七尺金身 直到那尊金身缓缓转身 将默然眸光投向了自己 他忽然浑身打了个机灵 化神镜 大前不仅多了一尊混元宗师 还悄然多出了一尊化神修士 而且还让这位巨博贴身保护沈仪 你先杀那条 别让他跑了 沈仪随意挽了挽宽秀 他还是不太习惯穿这种衣服 相较于一个没用的武夫 肯定是妖魔比较重要 在白龙惶恐的注视下 化神镜强者竟是对着青年恭恭敬敬的点头行礼 下一刻 璀璨金芒消失在视线内 在出现时 白龙之感觉自己强悍无比的腰躯被轰然从半空按了下去 两只引以为豪的坚固龙脚 被人像是掰筷子似的强行折断 啊 在剧烈的疼痛下 他猛地翻滚身躯 想要逃窜 然后金钩式的龙爪已然被金身法相攥住 然后随手一扯 只听吃拉一声 刀劈腐躁不能伤及分毫的腰躯 竟是被瞬间扯断爪子 连带着撕下了一大块皮肉 刺耳的龙银声让整座山谷都震颤起来 现在不逃 更待何时 长青真人面色发白 慌不择路地朝着另一个方向逃窜去 就在这时 沈夷悄然悬立在了他的前方 脚踩红云 墨青色衣衫 烈烈作响 让开 长青真人是畏惧那位化神镜前辈 可没有真把这年轻小子放在眼里 他乃是上镜混员宗师 一个小小的镇摩斯巡查使也敢拦他 我不会在提大前有一位混员宗师的事情 今日就此作罢 长青真人咆哮一声 郑玉闯过去 却见青年笑了笑 光滑柔顺的长衫略微浮动 白皙肌肤之上有红芒涌现 给那张俊秀的脸庞平添积分凶煞 故动 长青真人艳口唾沫 下意识退后半步 脸色忽明忽暗 原来不是一位 武庙作为主修阴神的势力 他们最看重的人 居然是个混员宗师 事已至此 暗纳住心中震惊 长青真人反而不再慌乱 沈夷展露出混员修位 那就意味着完全没有想过 要放自己活着离开 既然如此 唯有殊死一搏 当他镇定下来后 也是感知到了沈夷气息的具体层次 尽管雄魂无比 但应该只是依仗名单法的高深而已 实际上知是个出境混员 和自己还差着两个层次 尽快结束吧 长青真人回头看了眼远处震动崩塌的山脉 浑身支离破碎的白龙刚刚跃起 便被金身法相一巴掌给按了回去 对方乃是堪比极尽混员宗师的大妖王 在那紧紧七尺高的金身法相手下 竟然跟个玩物差不多 这就是境界差距间的恐怖鸿沟 自己同样是碾压了沈夷 长青真人底气大作 回过头来 眼前莫名多出一枚膝盖 你娘 对方刚才还一副锤手力 公平交手的姿态 自己就回了个头 扑斥 在那恐怖的膝撞下 长青真人甚至没来得及缓出稻音 鼻梁便是塌陷下去 连带着颧骨一起碎开 这是出境混员该有的力道 他整个人倒飞出去 仓皇寄出稻音 血流如注的崩碎头颅下面 顿时出现了一道由雷浆汇聚而成的脸庞 长青真人单脚触地 在地上留下一道极深的鸿沟 还未彻底稳住身形 沈夷已是持刀斩来 斜着浓墨的刀锋轻易撕裂了他的脖梗 将整颗手挤斩飞 刀锋从雷浆中穿过 沈夷顿敢双手发麻 回头看去 只见长青真人俯着身子 双肩之上顶住的 竟是一枚雷光闪烁的头颅 将伤口处灼成焦黑一片 显然 那就是对方的倒音 只不过自己的倒音若是扩到如常人大小 便会显得比较虚幻 但长青真人的倒音即便是这般大小 竟也凝结得犹如实质 到我了吧 长青真人心中火气腾腾 重新站直身躯 凝笑看向沈夷的双掌 那泛着红光的修长手掌上还有雷弧跳动 一时半会儿显然是很难调整回来 来 他高呼一声 掌心中顿时出现了一柄笔直的长枪 枪身由雷浆汇聚 映照的整座山林皆是一片白景 紧跟着 那柄雷枪被他以无边距离 狠狠朝着沈夷投了过去 第247章 战长青真人 枪尖撕裂了长空 浓稠的雷浆 劈啪作响 好似苍穹之怒 声势浩大 让常人不敢直视 沈夷沈默看绝 双眸中金光闪烁 在金雕神通的加持下 整条长枪的速度变缓了数倍 但即便如此 还是让他瞳孔略微紧缩 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混元武学 此般场景 早已超越了先前所见过一切手段 无论是两仪真义 还是别的什么 都是对气息的简单运用 使其凝结画形 但眼前这幕 对方却是实实在在地以凡人之躯调动了天雷 雷从何来 气息所画 青山浮动 旗下身躯之上 星红的龙虎纹路缓缓涌现 沈怡已魂厚妖气震碎了身上的雷弧 在那长枪靠近自己三寸距离之际 逍遥成风诀 全力施展开来 真挚圆满的挪移之法 呼吸便是百丈距离 但在那长枪面前 竟是避无可避 沈怡勉强让开了要害处 七黑发丝扬起 眼眸中凝翼乍现 他干脆利落地放弃了继续躲闪的想法 体内三头妖王齐声咆哮 雄魂力道 尽数灌入右臂之中 什么莽夫 在长青真人的注视下 沈怡面不改色 轰然一拳朝着雷枪砸去 吃啦 能让肉体凡胎瞬间化作焦炭的雷浆 在其拳风之上见开 肌肤上鸿芒大作 那是道英在奋力抵抗 但除了道英之外 皮肤和血肉本身竟也强悍到 让人难以理解 杖鱼长的枪身在其拳头之下 寸寸消融 直至彻底化作雷狐散去 沈怡全室已尽 呼吸略微急促 抬眸朝前方看去 又长血肉焦黑 露出虚幻的道英手掌 被淡淡的孔雀鸿芒包裹 缓缓修复灼损伤 长青真人莫能抓住这瞬间的机会 反而像是看怪物似的盯着青年 这一式杀招对于出境混语而言 即便是被瞬间抹杀也不奇怪 除非有什么高深手段 方才可以勉强接下 但如此粗暴的一拳 实在是超出了他的见识 呼 沈怡迅速调整好状态 目光略带几分古怪 生死相搏 这位所谓真人的气息和境界 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但对方的每一次举动 都让他觉得有些看不懂 甚至不如自己这个 刚刚踏上修行不足一年的武夫 不是回头 就是站在原地正神 很快 气力重新涌上四肢 沈怡的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 见状 长青真人略有些慌张地退后两步 双掌之上各自多出一柄雷刀 没有让自己动起来 反而站在原地胡乱地朝四周看去 刷 沈怡自他身后凌空而落 手中前渊从他后几处斩下 刀过皮绽 贤熟手法好似杀猪一般 净直将其道英剥离了出来 若是换了普通武夫 此刻已是被一刀两断 啊 长青真人爆发出一道惨叫 凝食的道英从皮囊中跳了出来 浑身雷浆涌动 将沈怡的脸庞映得忽白忽暗 他手中双刀施了张法 癫狂地斩下 愤怒中带着惊惧 雷浆猛烈地激荡而出 将附近山脉进树化作焦土 沈怡挑了挑眉 抽山出 此刻的长青真人在他眼中 已经不是一位武道强者 仅是一头受伤发怒 知慧本能宣泄情绪的野兽 果然 在树刀连斩没有丝毫效果的情况下 长青真人惊怒交加 毫不吝啬地消耗底蕴 整条身影化作凶狠的雷龙朝着那道青山身影轰撞而去 轰 轰 轰 山川断裂 千百巨数轰他 他每出一招 都是不同的混元武学 足以陷的悬光洞底运风后 且不管有没有效果 皆是全力施卫 沈怡专心避让着他的锋芒 五指钻紧刀柄 神情愈发莫然 安静等候住对方力竭之时 同样的招数 用过太多次就会被人抓住破绽 当场青真人 地数十次化作雷龙轰来的沙纳 沈怡终于不再之时避让 他朝右方掠出不多不少 恰巧三丈 看着雷江四散 就在长青真人的身形显露出来的瞬间 沈怡已精悬在了他身后 手中长刀之上 滔天妖力迸发 然后狠狠地朝着对方心脏出的那枚花瓣捅了进去 长青真人 下意识朝腰间拍下 直到拍了个空 才骇然地朝地上被斩成两劫的肉身看去 与此同时 泛着浓雾与红光的长刀 在三头妖王的加持下 已精猛地扎进了雷江 斩至那朵白花之上 咔嚓 白花虽坚硬无比 仍旧在刀锋下碎开 长青真人 无意识地瞪大了眼睛 张开嘴却没能发出声音 雷江凝结而成的双眸中 竟是流露出了属于人的情绪 惊恐 他本能地再次化作雷龙 朝着天际窜去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亮白的身躯 正变得黯然起来 沈夷看着他逃走的方向 缓缓将前渊收回翘中 下一刻 骇人的雷光被金色的手掌一把拍散 雷光倒音迅速缩小 被七尺金身随意地攥在了掌心 宛如捏住了一只鸡仔 罗汉金身落至沈夷身前 一起落下的 还有被拆分的零零散散的龙尸 找是找 皮是皮 血肉都扯成了大小规整的块状 长青真人拼命地挣扎 但在那金色的手掌下 无论他身上雷光再怎么迸发 竟也起不到丝毫作用 放开我 请前辈出手 算什么本事 他用力捶打着金身的手指 疯狂朝着沈夷大叫 金身默然瞥了他一眼 稍微用力 便挤得长青真人差点到阴崩碎 都被我主斩碎了心脏 还在这里嘴硬 清华夫人恭恭敬敬地 将到阴地过去 请我主处置 听住耳畔响起的温柔嗓音 长青真人挣扎的动作 突然凝滞下来 惊恐万分地盯着前方的青年 我主 这不是他的前辈 是他的护道仆人 能请一位化神敬畏奴魏仆 这是何等恐怖的背景 难道是先宗之外来的 长青愿意 侍奉我主 饶我一命 见奴长青愿为我主护法 小小的道英 疯狂用额头撞击金身的手掌 当他再次看向沈怡时 对上的却是一双诡诀的树童 耳畔有狼笑声乍起 长青真人只敢绝神魂飘忽 像是被无形之手强行撕裂 很快便失去了一时 第248章 吃个半饱 沈怡略微贪手 金身便化作一枚珠子 回到了他掌心 殷神也是归于气海 只留下青花夫人的妖魂在原地 女人眼眶微红 轻咬红唇 双眸明显有些恍惚 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神智 沈怡深有体会的摇摇头 被杂念轻入脑海的滋味 确实不太好受 想要让金身继续变强 须得要再来一道妖魂分担才是 索性又收获了两道妖王残念 其中那头狐狸应该更是合用来推演武学 搞成这副吃男怨女的模样 倒是有些浪费 白龙看起来更降险 就塌了 沈怡将金珠收入气海 然后转身朝远处走去 在一处倒塌的巨石下 找到了把上半身藏在石缝里 瑟瑟发抖的年轻狐妖 随手将其拽出来 灰掌击碎了她的头颅 然后打开面板清点了 以下收获 斩杀混元进狐妖 总寿一万六千年 剩余寿元八千两百年 吸收完毕 斩杀混元进白龙 总寿一万九千年 剩余寿元两千八百年 吸收完毕 斩杀暴丹进狐妖 总寿八千两百年 剩余寿元五千五百年 吸收完毕 一万六千多年妖魔寿元入账 大概是因为松州之行收获太多 沈怡竟然觉得有些手 不过想要浩瀚的妖魔寿元 前提是得有足够吸引妖魔的东西 比如以人命为代驾 沈怡宁愿多走两步 反正架着红云也不累 把三具妖魔师手丢在一起 沈怡张开口 将其尽数化作魔险 年轻狐妖枝贡献了一滴 他师叔稍好一些 给了五十六滴 白龙的血肉迅速汇聚成一百六十二滴魔险 让沈怡律威有些诧异 居然这魔强 要知道九妖化魔大法中的仙妖 最强者也就是山君 他吃了一百余滴魔险 这并不代表白龙就只比他强一半 因为仙妖枝有魔险 白龙所化魔险 仅仅代表着他的肉身 别忘了他还有妖单修味 把妖单收起来 沈怡手中又多出三个储物宝具 相较于清点战利品 他对那枚以精化作玉制的倒音更感兴趣 巴掌大的玉娃娃看上去栩栩如生 其中五脏俱全 但又不是真正的内脏 感觉像是各式各样的天才地宝 沈怡用指尖抠了抠 想把代表心脏的白花抠出来 布满裂纹的白花像是失去了生机 其中没有了任何气息的存在 倒音死了 所以白花也死了 沈怡又设识别的 结果都是一样 他略有些失望 原本还想试试能不能取出来装在自己的倒音里面 不过 这倒是证明了先前的猜测是对的 混元宗师想要化神 就是用倒音取代原本的身躯 长青真人很明显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他的倒音即便离开身体 但也可以独自存活 可他依旧只是混元镜 还缺什么呢 沈怡翻来覆去地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玩意儿也就是一枚人形腰单 不过可以用作参考 用来指引之后的道路 沈怡将其收进储物宝具 江秋兰当时所说混元宗师的道路皆不相同 可能指的就是这个 这人的倒音由雷江所化 用的天才地宝 看上去也都跟雷电脱不了关系 若是换成自己来炼化这白化 可能先把倒音给垫死了 属性不同 炼化的手法肯定也有区别 回去再慢慢琢磨吧 沈怡换出红云 朝着天际看了一眼 既然白龙脑怒成这般模样 江秋兰大概率是逃掉了 倒也无需过多担忧 对方曾是一间扛起了整个青州的希望 又不是无知阴海 哪里需要别人照料 突破至混元境 才算是真正踏入了修行 无人再可依靠 只能全力走下去 沈怡驾起红云腾空 这一战算是给他尝了不少经验 若是不算精神法相 自己现在的实力在混元境远远不算拔尖 优势还是肉身的强悍 但比起倒音 混元手段是一窍不通 境界低微 底蕴不足 先前的交手 若不是长青真人 对于斗法太过生疏 圣基应该是远高于自己的 但他在精神法相的面前 却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换位思考 若是自己遇上了一尊真正的化神经 恐怕下场会更惨 利舟 弃宗 林锦义和儿媳率助众多门徒在山顶等候 整座宗门都是停止了运转 就连打铁的弟子都放下了锤子 眼睁睁看着宝铁废掉 在空中 一道因神尽力 利舟总兵侯万山 修为真至上靖武仙 年轻时更是拥有加入武庙的资格 知识心系利舟 这才坐镇此地多年 即便是遇见妙主 也能以师兄弟相衬 不知去向何方 不知去见谁 就知道一个银月寒脸 也不清楚位置 侯万山没有发火 但他掠沉的嗓音 却是让林锦义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沈大人跪位巡查时 林锦义犹豫瞬间 还是想要辩解一下 你能让你儿子驾云来找我 就不能再派一人跟上去 你契宗拿不出第二件祥云宝具了吗? 侯万山疏然拔高了嗓音 我 林锦义张张嘴 哑口无言 论道理 这事情本就是巡查使一意孤行下的决定 想要跟上他们 至少也得派出个报单镜 契宗哪有那么多报单镜 可以派到大前朝外面去送死 但很明显 大前朝向来不和江湖门派讲道理 平日里看在武庙的面子上 契宗倒也有几分薄面 但涉及到巡查使的生死安危 这点面子就成了狗屁 我这就去找 现在就去 林锦义取出祥云宝具 垂头丧气地攀了上去 他只是个打铁的 哪里敢跟总兵呜呜呱 实在找不回来 那就只能把这副老骨头丢在外面了 侯万山莫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方向总知道吧 我与你一起去 上进武仙 离开了大前范畴 或许只能发挥出下进武仙的实力 换成青州松州那等小地方的总兵 断然是不敢出去的 但立州还行 作为最富足的一州 即便是他出了什么意外 武庙也会立刻派人过来顶替 你们真的是 侯万山叹口气 没事情 什么巡查使过来 大前到底有没有混员宗师 他姓侯的还能不清楚吗 也就这群江湖人士 根本不懂武庙内的门道 哪里是什么巡查使 就是个吃空想的小师弟罢了 知识这小师弟明显是太老实了 注视让人不好评价 第249章 冷玉玄丝首 少庄可怜 快走 侯万山收敛心思 又催促了一声 林锦义无精打采地站在云上 接过而席地来的金刚大锤 斜斜拎在手里 在立州这般安稳的地方待久了 他都快忘记 上次出手是什么时候了 罢了 命中该有一劫 他叹口气 正打算腾空而去 一抹星红却是涌入众人视野 只见红云宛如流光般 从远处掠镜 转瞬间便是来到契宗山头之上 敢在大前范围内 如此招摇地架着妖云 林家夫人也就只见过一人 他愣了愣 惊喜喊道 不用去了 巡查室大人回来了 呼 哪里需要他来提醒 林锦义早就扔掉了手里的锤子 笨拙地从云中跳下 然后心有余悸地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 老天爷保佑 该死的臭狐狸 算他实相 没有把事情闹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大前再衰弱 好歹也是有化神经作证的势力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冤家已解不宜奸 算你运气好 侯万山瞥了老头一眼 这才看向红云 覆手而立 脸上挤出积分笑意 总兵虽然是归巡查使馆 但丽州如此富饶 他功不可没 好歹算是有些优待 即便面对新上任的巡查使 也不必太过谦卑 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 红云并没有来到人群中 稍稍在空中停滞片刻 沈云的身形便是落在了山顶凹的边缘 饶有兴趣地朝下方看去 见状 林景义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快步迎了上去 沈大人 您没事吧 说住 他也是朝天上又看了几眼 去的时候是三位 怎么就回来了一个 还行 沈云点点头 目光并未挪开 仍旧是盯着凹地内的浓郁白烟 这烟雾并非烧火导致 而更像是某种寒雾 他略带好奇道 这是什么 听了这话 林景义的脸色欲发古怪起来 整个大前朝 但凡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 契宗有一件压箱底的绝品宝具 巡查使明知故问 这是什么意思 林景义沉默片刻 还是老老实实的 回禀沈大人 这下面存放的乃是我器宗的镇宗之宝 冷玉玄死守 它虽是个打铁的 但是涉及到自家宝贝 心思瞬间活泛了许多 立马又接了一句 这是大前朝唯一的绝品宝具 武庙大人们让我等好生保管 争取将其打造成一件真正的法宝 到时候再送往武庙 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助理 嗯 沈亿点点头 策谋看去 若有所思到 你们请那只青秋狐妖过来 就是为了这个 青年的神情和嗓音都非常正常 但林景义却是用力的抠了抠后脑勺 求助般的 查儿媳和侯万山看去 女人干咳两声 将脸旁扭到一旁 侯万山此刻祭出的是阴神 旁人不可见 干脆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唉 林景义再次叹口气 也不再玩那些弯弯绕绕 静直道 沈大人 我等确实是请了青秋的胡真人前来相助 但她无论想做什么坏事 都与这宝具无关啊 您要是想带宝具回去查探 老头也不敢阻拦 知识觉得可惜 还能带回去查探 沈亿挑了挑眉 她确实对这里面放住的东西很感兴趣 只不过先前心思都在妖魔兽园上 现在才有闲暇问上两句 若是狐妖真有着重链制法宝的本事 自己到时候也可以向她学一学 大前主修阴神 故此并不堪重链器 林景义有些无奈 一见绝品宝具 就能让契宗闻名九州 但要是能打造出真正的法宝 那契宗的名声才能传到大前之外 您就在等等 老头保证 到时候一定将其主动送往武庙 还缺什么步骤 沈亿随口问道 若是不麻烦的话 到时候可以帮契宗再问问狐妖 让宝具晋升的法子 我已与胡真人商讨的差不多了 现在之缺一件致寒之物 未影子 胡真人说她来想办法 林景义说到此处 忽然又想起来什么 疑惑道 胡真人哪 我送她离开了 沈亿简单掠过了这个话题 在见识到化神经对普通武夫和妖魔的碾压优势后 她对那些真正的大势力又多出几分忌惮 如今今生还未彻底成形 正是自己最雷弱之计 尽量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 说的难听点 先不说自己够不够强 单凭一人一法香 总共两双手 怎么可能守得住九州 拿了五庙这魔多好处 就别再给人家添乱子了 致寒之物 沈亿在腰间掏了掏 握住那枚白龙的腰单 想了想又放下 最后取出了一对硕大的龙角放在地上 这个算不算 那对龙角整体呈现玉白色 晶莹剔透 光是用手碰了一下 就能感觉到森森寒气朝皮肤内静润而去 这事 林景一别的不行 但打了一辈子铁 对这些宝贝的眼光何其刁钻 用鼻子嗅了嗅 便是认出了她的品质 不禁惊呼出声 急进妖王的龙角 沈大人是从何处寻来的 以前别人给的 沈亿重新看向凹地 能用吗 当然可以 林景一脸皮紧绷 偷偷瞄了眼龙角根部还未干合的血字 如果没猜错 应该刚摘下来不到两个时辰 胡真人带着巡查使离开大前 斩杀了一头极劲的妖王 不对 若是这样的话 胡真人绝对会一起归来 那头老狐狸可不会放任这宝具落到别人手中 所以 林景一咽了咽唾沫 身子无意识地站立起来 要么就是胡真人邀请群邀扶沙沈大人 要么就是分赃不均 反正无论如何 最后活下来的应该只有面前这青年一人 再看看对方平静的神情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什么叫狠人 这他妈的才叫狠人 哪里是一堆打铁的能吃醉得起的 老头子说话都开始打仗 我 我 我现在 就开始最后一步 至多一个月 保证让沈大人满意 林景一的反常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侯万山重新朝两人看去 眼中涌现些许疑惑 第250章 妖煞灵根 眼见两人聊完 侯万山终于落下 朝着青年拱手 立州总兵侯万山 见过沈大人 这是在立州的地盘上 按理来说 契宗有什么宝贝 他这个总兵也有过问一句的资格 况且 侯万山并非普通的总兵 他还是一尊可以和武庙弟子称兄道弟的上进武仙 但先前林景一投来求助目光之时 侯万山却是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这位沈大人身上的青山 对方不仅仅是什么巡察使 更是武庙的轮值庙柱 青年所说的话 完全可以代表武庙的意思 如此年轻的庙柱 可谓是开了大前朝的先例 除此之外 侯万山还有一些不简 他不经意将眸光投向沈夷 在那件青山上敏锐捕捉到了血字 这可不是妖血的味道 而是人血 对方刚刚在大前之外不仅是斩了妖 还杀了人 更奇怪的是 一尊阴神修士 无论是斩妖还是杀人 怎么可能把血浆染在本尊的身上 难不成是当着别人的面祭出阴神 看不透 无论是身份还是修为 这青年身上都像是萦绕着一团迷雾 面对这样的存在 侯万山再不敢拖大 主动上前见礼 我已派人准备好了 立州近三百年的所有文策 还请巡察使随时审阅 三百年 沈夷终于把目光从凹地下方移开 落到这位总兵身上 能比绝品宝具更吸引人的 莫过于妖魔寿元 可有妖魔消息 文言 侯万山虽近立为持住平静 但嘴角还是不经意流露出一抹自得 立州近三百年 无有一箭妖惑 这便是一尊上进五线的威慑力 坐拥三十六郡 无尽香火愿力 在立州这块地方 化神境之下 它是近乎无敌的存在 虽然被一位小年轻夸赞 略显得有几分奇怪 但侯万山还是默默站着了身躯 那不看了 沈一撇嘴 干脆俐落地抽回目光 侯万山抿抿嘴 笔直的身躯 稍稍僵硬起来 那接风洗尘 不用麻烦 给我准备个住处就行 沈一刻气道 他现在对底蕴的渴望 还是挺充沛的 一柄上品的前缘宝刀 先是帮自己解决了孝月妖王 如今即便面对上进混缘宗师 也丝毫不显地拖后腿 一刀就能撕裂对方的身躯 那绝品宝具 甚至是凌驾于宝具之上的真正法宝 微能又该恐怖到何等地步 为了这种东西等上一个月 肯定是不亏的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也耐下心来研究一下混缘武学 我这就去准备 文言 林锦翼暗自摇头 看来这宝贝是留不住了 不过他的心情倒还不错 毕竟相较于之前想象的白强 人家沈大人好歹出了一件珍贵无比的龙角 对于器宗而言 再好的宝具也护不住自身 他们依仗的乃是武庙的庇佑 一群打铁匠 最看重的是名气 亲手打造出法宝的声明传出去 就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与其把东西拿给大钱藏在武库里吃灰 还不如给这位年轻的狠人巡查使 在对方的手中 或许器宗的名声会传得更远 器宗之是外面看着穷酸 实际上屋内陈设皆是最豪奢之物 甚至比黄青桂欺用得还好 沈一夺步走入房间 只见床踏上旋着寓境 伸手处去 便能让屋内情形在山川河流间随意切换 湿润和风 滔滔浪生 仿若身临其境一般 沈一饶有兴趣地把玩了一会儿 这才坐在屋中蒲团之上 剩余妖魔寿元 四万零六百年 看出这层惊想都不敢想的充沛寿元 沈一现在却没有丝毫轻松 凝炼精深的过程 让她再次看清了自己 资质平平 再加上兼修术等 自己所需要的时间 远比其他人要多得多 别的不说 至少妖魔本源的一万年 是要预留出来的 否则今深就只能停留在七尺的程度 头疼 沈一揉了揉太阳学 再看向那些原本高深的混元武学 相较企划神经来说 竟也亲切了许多 在武库中总共存有混元法十四种 其中完整者有六种 看似不少 但逐一细分下来 其中竟有两式阵法 一式炼丹法 真正的 武学 只有三本 混元 京阳赤焰手 未入门 混元 阴急震魂剑 未入门 混元 天罡雷震绝 未入门 俗语有云 贪多嚼不烂 沈一翻了翻长清真人的储物宝具 确定对方没有带武学在身上 反而带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杂书 很快便收敛了心思 专注于这三门武学 先用一千年换取妖魔绑经 随即将妖魔受缘灌入自己最擅长的掌法 第一年 你翻开金阳赤焰手 尝试住理解其中的玄奥 在这种正经武学上面 清华夫人帮不了你什么 第三十九年 大部分妖魔禁术醒来 开始给你出谋划策 被你全都赶了出去 妖魔会把原本莫问题的混元武学 改成他们喜欢的样子 沈一针正要等的 是那头青秋妖王 第八十七年 胡真人苏醒过来 走到你身边 看着你手中的功法 疑惑地让你寄出道音 看着那星红的吞天妖音 他略有些迟疑的 吴米造饭 吴柴烧火 岂不荒唐 你又没有灵根 如何袭得惊阳赤焰 沈一看着面板上略过的提示 并未急着停止灌入寿源 接着和胡真人闹了一年贤科 他脑海中 疏然多出许多关于修行的知识 原来 长青真人体内的那些东西 被武夫们换作灵根 再粗暴些理解 所谓灵根 就是把浩瀚的天地气息 转化为天雷地火的工具 而我需要的是妖灵根 不对 施煞 凶煞之雷 暴力之火 阴急真水 无物不可容纳 但又需要他本性极恶 沈一双眸中略过一丝复杂 他不太清楚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譬如江秋兰 就需要各种极寒之物作为灵根 以后学的功法也都跟寒意有关 长青真人则是天雷 而自己好像没有特定的要求 什么都可以用 唯一苛刻的 就是要求他们都得带点煞气